一大王無尊 秀华嫂子 大妹子 你在这呢 秀华嫂子 我们知道吧 咱们村要成立复旧会了 复旧会 啥叫复旧会啊 就是妇女救活会 就是把全村的妇女都组织起来 大家一起参加抗日战争 人家解放区 早就有民兵和复旧会了 现在咱们这里 凡是有武功队的地方 也都要组织起民兵和复旧会来 咱们村的民兵连已经成立了 你知道吗 知道啊 周志平当了连长 我还投了他一票呢 男人们都去当民兵了 咱们女人可不能刚看着呀 我刚才听朱大婶说 接下来 咱们村的女人们 一定要成立复旧会了 成立就成立呗 进不进复旧会的 那还不一样打鬼子呀 来 进屋说 嫂子 我觉得 你打鬼子最坚决了 而且你人有热情 人缘又好 我觉得你应该 带咱们村的复旧会主任 我 我当不了 我也不想当 谁想当谁当呗 咋了 你为啥不想当啊 是人家看不上我呀 我才不上赶着呢 你是说 为了那件事啊 自从村生死了以后 那村里有的人 那就不拿正眼瞅我了 你瞅瞅我这儿 都好几天了 就没来一个人 我不是来了吗 我不是人啊 那妹子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村里那些个视了眼 都说 这寡妇门前是非多 那以前 那些个好偷心的猫 总是到我这儿来 想占我的便宜 你除了现在 那见着我呀 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 还背后说 我是汉奸的老婆 呸 我杀鬼子那会儿 他们还在娘胎里待着呢 许花嫂 纯身是纯身你是你 我都替你抱不平 他们越是在背后这么说你 你就越应该证明给他看啊 我倒是想证明啊 谁给我机会啊 他们现在见着我呀 都还来不及呢 还能给我投票啊 刘 刘 你咋啦 你这是咋啦 你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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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欺负我 收回这干净的儿子 啥 我们玩打仗 玩武功队打鬼子 他们别让我当鬼子 我不打 他们就打我 行了 双儿 别哭了 是哪家的孩子 双你告诉我 我找他们家算你让去 算了 大妹子 我们娘儿俩这辈子就真命了 那你就更不应该认命啊 为了双儿 雪花嫂 你也让他们知道 你比他们都强 那大妹子 你帮我个忙行呗 你说 我想继续夫妻会主任 我要是当了夫妻会主任 就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家双儿了 你想让我帮啥 你说吧 我没上过学 我也不会说话 你帮我写上几句提气的话 行呗 没问题 指导员啊 现在群众基础比较牢固 成立复救会 那是水到渠成的事啊 指导员 你就别再犹豫了 那行吧 那你把全村的妇女都组织一下 凡是十六岁以上的都能参加 咱们要搞就搞一个 真正的民主选举 请 周大早 赴救会选举这事 你先别告诉我姐 为什么呀 你就别问了 我也是为她好 你去吧 好 好 相亲们 姐妹们 今天 我怀着 无比光荣的心情 来参加 复救会主任的 复救会的成立 标志着 我们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 也标志着 我们追求进步的开始 从此我们参加革命 打倒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 这啥叫帝国主义啊 帅儿 帅儿 那一天不去上课了 看啥会啊 赴 赴啥 娘 我也上不起来了 她们在哪儿开会啊 在周婶家 所有女的都去了 对了娘 你咋没去呢 复救会 几个参加复救会竞选的 都已经发言了 大家的票啊 已经投了 新任的复救会主任呢 已经选出来了 大家对这个结果呀 还有意见没呀 没意见 没意见 我有意见 我也是周章的妇女 这复救会成立 那为啥不通知我呀 秀花啊 这 这 其实是指导员的意思 指导员是等结果出来了 再告诉你 不是说民主选举吗 就偷偷摸摸的 算啥民主选举啊 指导员 你非说我们家纯身是罕奸 还把他毙了 就偷偷摸摸 要是搞复救会的选举 你到底暗得啥心呢 你误会我了 我误会 我心里名劲似的 你就是不想让我有好日子过 秀花 你这不是冤枉指导员了 我冤枉他 那为啥偷偷摸摸的 搞这个复救会选举啊 指导员 你敢不敢 把这个复救会主任的人选 给我公布出来 让我也听听啊 本来就是要告诉你的 周大嫂 你跟她说吧 秀花 姓氏表现一直很好 你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大家选你做副就会主任 是指导员建议的 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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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误会你了 你咋不早告诉我 早说晚说的还不一样 妹子 我没想到 是你建议我当副就会主任的 我还以为你心里头 一直记恨我呢 你是我亲姐姐 我为什么要记恨你啊 再说了 我也就是提议你当一个候选人 选你当副就会主任 那是周庄锦问问投票的结果 不过 我希望你当好这个副就会主任 别辜负他们的信任 我知道 我知道 妹子 你是不知道啊 这个事对我来说 那有多重要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咱们俩是孪神姐妹 你心里想什么 我呀 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吧 那三成也太少了 怎么也得交五成啊 就这么多了 三成我这不好说呀 没有就这么多了 少爷 二旦家就交上三成 什么 三成啊 二旦家就交上三成 你是吃了蚊子药怎么了 大点声 咋听不清呢 二旦家交上三成 二旦是你亲爹呀 啊 白福 二旦就交三成你也不及 人家是武功队的红人啊 武功队的红人就可以少交两了 李坤伦是你主子啊 少爷 这武功队的事 他能怨我吗 大少爷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今年收成你也知道 日本则又都收了粮食 我们这种地的也得吃饭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租田的还不用收租了呗 那我把地租给你干啥 来福 把地收回来 啥 少爷 照您这么办 那咱家的地田可收回一大半了 那交不起租的人可多了去了 都收回来 给我别人收 没别人哪 这村里的壮牢力忒少啊 可不是嘛 大少爷 你们家要是不把那地租给我们啊 明年你连三成都收不回来 怎么了 我还该谢谢你呗 哼 谁谢谁啊 这有田的出田 有利的出利 苦日子咱一块过呗 你放心 我二旦种田从来就没偷过来 行 武功队那边还有个会子 我先走了 哎哎哎哎 来福 他是不是疯了怎么了 还想让我们周家人和他一起过苦日子了 快点快点抓紧啊 别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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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这半夜折了这白玉米搜啥呢 你上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你 管不着 这问你搜啥呢 你瞧不出来啊 白玉米呢 小鬼子过两天下来抢粮食 这个粮食不能让他抢走 先摆 来快点快点快点 往里来 快点 我都跟你说 快点 我这个为神会长的 这乡亲没选的 对不对 日本子也同意了 你们武功队支持的对不对 你就不借过我同意 你就白玉米 日本子来了不收拾我呀 行了我知道啊 这个都没想 前摆 来快点快点 别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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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乱了 你就摆你就别都摆了呀 你留着点 你让日本子来了没得可摆 他就摆我的脑袋了呀 你说的 我能瞅着小鬼子摆你脑袋 快点快点快点 你都想好了 你说想好了 你跟我说咋办不就完了 想好啊 也没在想好 这不正想的嘛 哥呀 该咋着 你自己对自己啊 你也多想想啊 快快快快 我就凭啥子想啊 我又想不出来呢 没个想不出来呀 今天想不出来明天想 明天想不出来后天想 准想得出来 你别命跟后盖里了 一会儿鬼子来咋说呀 你大哥 你可嘴臭啊 别瞎说 别本来没来 你一刀鬼给刀过来了 你这嘴臭呢 那一会儿来我说啥呀 你瞎起 队长 咋了 尾色 记忆镖 他都来了 我说啥来 我说啥来着 给刀过来了吧 这儿班 啥咋班呢 想去啊 来 跟我来 我说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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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来 我说啥来 我说啥来 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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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在地下道を駆使して我々を大いに苦しめている 俺は何としてもこれを打破する策を講じるつもりだ それで天津に行かれるんですか 天津には大学の同僧が二人おってな 二人とも土木の専門家だ 彼らの協力を得て俺は何とか策を講じるつもりだ 何かいい対策があるんですか 次郎 こういう言い方はおこがましいが これはお前のためだ 俺は山木に死なれた 今またお前を失うとなると 俺はどうにもたまらん だからこの戦に勝って 二人で生きて日本に帰るんだ その言葉に恥じぬよう 精一杯精進いたします 失礼します 先ほどジービアから報告があり 昨夜修科省の村人が我々に黙って収穫をしていたそうです 幸い現場を取り押さえ収穫された穀物も取り戻しました そうか 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たか はい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これからすぐに修科省に向かい 我々に逆らうとどうなるか奴らに教えてあります 黒川君 中国にはシェンリーホーピン 洗礼語弊という言葉があってな いわば飴と鞭だ 鞭を使うのはもう少し後回しでいいんではないかな 我々はこの2年間彼らに対して ずっと怪獣政策を取ってきた それで十分な成果があったと言えるんではないかな 各村に連絡して食料を準備させろ 携帯帳に取りに行かせろ それから 心よく差し出すように手荒な真似はするな ただし 徴収するのは去年の倍だ はい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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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停 行了 我说乡亲们啊 这村头的欢迎仪式啊 咱们就算完了 大伙赶紧的到村广场上集中 有那个泰君 还有季老总 给咱们大家训话 快点快点 抓紧点 走了走了走了 乡亲们 我们昨天晚上 跟你们闹了些不愉快 那起因就是 你们昨个晚上趁着天黑 去收玉米去了 有的人挨了我们的打 有的人挨了我们的妈 还有一些乡亲们差点挨了枪子啊 这事太不应该了呀 你说你们大半夜的 去收什么玉米去呢 那我们的兄弟就去管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收玉米呢 那就是家里边想存点粮食啊 来年的时候饿不着吗 那我们的兄弟 为什么不让你们 收这些玉米呢 那就是不想让你们 存这些粮食 那是明年的事 你们想那么远干啥呢 想那么多多累啊 你像我 我啥都不想 我能活一天算一天呢 没错 我们纪队长是累了 很累 这个我知道 他为啥累呢 是为了中日共荣 为了大东亚共荣累的 我不光是累着了 我还被乡亲们气着了 你说我这么爽快的人 要是受气的话 我能顺下这口气吗 昨天晚上啊 把李坤忠爆打了一顿 我这口气才算顺起来呀 是啊 我们纪队长 是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呐 这乡亲们都知道 我今天来啊 是不准备给乡亲们 找麻烦来的 实际上也是为这点 粮食的事 你们看啊 去年我们在州庄 一共收了150单粮食 今儿我给乡亲们 凑个整数 200单 不多吧乡亲们 季老总啊 我们要是浇了200单 这乡亲们 明年吃啥呀 吃啥 喝西北风去呀 哎呀 我亏不着大伙 你看看 我给大伙带个礼物来了 这块匾呢 是我在太军那儿 给乡亲们讨来的 你们一定要珍惜 这三个字啊 找个好地方 把它挂起来 这个三天之后啊 我来取粮食 如果三天之后 我取不到粮食 我就把这块饼给砸了 少太时候 把这颗脑袋送给你们 小姐们都散了啊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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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散了 哎呀 奇谣 哎呀 啥意思 咋啦 我想不通啊 你说这个鬼子来收粮食吧 还假贤贤的松块匾 说周庄设啥模范村 这 这 黄叔郎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呗 你这一开口就是二百单 王八蛋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呀 做梦去吧你让他 不能给他呀 那他们那天来的时候 你咋不让我动手啊 为啥呀 三天前 鬼子上罗家庄争粮去了 当地老百姓集体抗粮不交 结果知道呗 啥呀 仨详情 被鬼子刺刀开膛破肚 点了天灯了 是啊 那可不咋的呀 所以说 抗粮归抗粮 不交归不交 但是得讲究防止防法 不能瞒干 到头来就是乡亲们倒霉 对对对 那你说咋办吧 咋办呢 先把乡亲们稳住 不要轻举妄动 那稳住 那咋稳住啊 你就跟乡亲们说 鬼子不是要粮食啊 交 都交 要多少给多少 行了呗 先交了 事后咱们再想招 行啊队长 我就觉得你有招了 对吧 招啊是想了一个 就是未必好 李大哥 鬼子要来收粮食 乡亲们都拿后 都没有开会呢 行了 知道了 那就开吧 知道了 知道了 你们咋都不着急呢 急 岂能咋着喂 这不是周庄的自个儿的事啊 那我们武功队 他也不便插手啊 哎呀 真是 啥叫不便插手啊 你不是一直说 乡亲们的事 就是你们武功队的事吗 是啊 是我们的事啊 那我们武功队 就没别的事了 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啊 啥重要任务 比鬼子抢粮食还重要吗 当然啊 当然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啊 那鬼子要乡亲们的粮食 你们就不管了 谁说不管了 我们是先完成了更重要的任务 再来管这个事 对不对 啊 啊 对 对 对 李大哥 你今天是怎么了 难道 你们就眼看着乡亲们的粮食 被鬼子给抢走啊 那 那 那不是说了 知道了 啊 行了 我得批评你 你把王凯欣弃成啥了 你都负得了责呀 这就真劲了 真劲了 那我说 你就透露一两句能擦了 不行啊 你再咋说 他也就是周庄一个普通群众 咱武功队就没纪律了 对对对 纪律 那我忙去了 忙去吧 你别跟别人胡乐了 知道呗 我这种骨骼我还能胡乐了 乡亲们呐 大家伙啊 都听我说 辛辛苦苦种的粮食 我也不愿意教我 可是人在乌严下 怎敢不低头啊 这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 怎么不教粮食 能行吗 大家的心情啊 我了解 前两年呢 咱们也浇了粮食 最后 不就也挺过去了吗 我算了一下啊 今年 咱们再浇二百弹 平摊到各家啊 每人 就出一斗啊 这么多的粮食啊 就 还要不让人活了 本来就不够吃 今年每人又多交易斗 太欺负人了这也 太欺负人了 到明年青黄不接了 我看咋办 舅舅 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听我一句劝 我们不能再对鬼子 俯首天安逆来顺受了 这比两股不能僵了 太欺负人了 你是初来乍到 不了解情况啊 前两年呢 咱们都给鬼子 交了粮食了 你想一想啊 今年要是不交 那鬼子他能答应吗 村老啊 我觉得呀 凯兴每次说的对 乡亲们呢 咱今年啊不一样了 咱们有武功队 那武功队 就是来打鬼子 保护乡亲们的 咱们村 现在还有民兵连 有劳副救会 咱们现在啊 应该配合武功队的工作 把鬼子的良缘啊 给他断了 狠狠地打击鬼子 那我说的对呗 孙老师 给他断了 就是 孙老师 昆仲啊 你是维持会长 你说咋办吧 昆仲哥 你说吧 你说你说呀 这前面鬼子要修炮楼 你都把鬼子给骗了 你说咋办 咱们就跟你干了 要我说呀 这梁啊 得骄 啥 昆仲大哥 我就知道啊 乡亲们也不愿意骄梁 我也不愿意骄梁 那看革命就会有牺牲 我就知道你贪生怕死 你知道啥呀 这一对一还值了 你这白白死了 你相信谁干的 你现在事就明白的 交粮呢 鬼子不杀人 你不交粮呢 鬼子就杀人 你只能交嘛 好 那怎么办吧 昆仲说交 咱们就交 昆仲啊 收粮的事情 你就负责吧 你乡亲们不交我咋办呢 你是维持会长 你不收谁收啊 行了啊 大伙都听见了 村老让我收 你们大伙得交啊 瞎模范村呢你 乡亲们 这就是鬼子 用来糊弄咱们 蒙咱们的 你都行了吧你 你就行了吧你 就你能 你这个妇女主任 比我这维持会长强多了 我不知道那鬼子 是哄我们的 那要不这样 你就干的维持会长 我干的妇女主任得了 你想得到没 你还想当我们 妇女的主任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说 这维持会长 我就不愿意干了 昆仲哥 干脆砸了 这该死的模范村 不是啊 拿了 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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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你们在那儿 哪有点 都给我住手 住手啊 就算了啊 住手啊 砸了砸了 砸了你们这事 这块鞭哪 是鬼子送的 又不是昆仲自己写的 你们把它砸了 你们都痛快了 过两天呢 小鬼子来了 看不见这块匾 他得问昆仲吧 我们送的匾呢 昆仲咋说呀 让人给砸了 那鬼子又问了 谁砸的呀 昆仲也没有办法呀 那只好说了 是你 是你 要不就是你 那你们要昆仲说是谁砸的呀 乡亲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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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说实话呢 这鬼子就得把你们都咔嚓了 一个一个都咔嚓了 可我是讲义气的人呢 我不能出卖你们呢 那鬼子就得把我咔嚓了 那你说我冤不冤呢 我冤不冤呢 交粮 谁都不愿意交 那我也不愿意交 可你不交怎么办呢 要我说呀 现在这粮啊 得交 这扁呢 也得挂上 你这现在不得哄着小鬼子玩吗 这不是你 可是今年交这么多粮食 我们可咋活呀 就是啊 反正是个死 咱跟他拼了 等等等等 大伙听我说 听我说 今年比去年都交多少啊 多交五十大呢 这么着行呗 这么着行呗 那个 今年啊 乡亲们呢 海岸去年交的那个交 多出来的呢 咱就请贵人帮忙行吗 啥贵人 贵人在哪啊 谁是贵人啊 周老爷 您在村里 德高望重 主持公道 乡亲们 乡亲们 活不下去了 你看你 哎呀呀呀呀呀呀 李罗多儿 你想的还挺美的 啊 你以为我们家粮食 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周少爷 你这啥意思呀 没有 一个字也没有 一个字也没有 才忘了 乡亲们 乡亲们啊 这次鬼子催粮实在是逼人太甚啊 可是不交 可是不交也不是个法子不是 我们周家呀 虽然比乡亲们多了几亩薄田 但日子过得也不宽宜呀 但我还是愿意为乡亲们排幼解呢 这五十弹粮食啊 我们周家全包了 爹 爹 爹啥爹呀 啊 不能言臭着 相信吗 饿着 让日本人给逼死啊 真是 你想见没呢 周老爷这是东了家地 出了歇本来 大家补账呗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别吵屁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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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自自慢着慢着 自自扶号来 扶号来 大伙啊 知道了呗 我现在啊 是阴阳人 是吧 奸人呐说人话 奸鬼呐说鬼话 知道呗 我呗 就是放恶鬼伤人呗 知道呗 你快挂呗 咱那么多挂呢 挂你 挂好了啊 挂挂 爹 你跟我说说 快快 快来先坐 弄点水 爹 你说 说你把粮食都替村民交了 那您这不是冤大头吗 这村的人呀 都瞅着咱呐 李昆忠当面将我的军 我能咋办 只能顺水推舟 卖他个人情 你是把人情都给卖了 可那是武士丹呐 有的人家 有的人家可真交不出那么多粮食啊 要是他们都饿死了 谁帮咱家种地呀 没有种地的 咋收粮食啊 爹 这儿啊 眼下咱先吃点亏 来年秋收 咱们给他们多加办成利息 六成五 让他们谁也说不出来 爹 还是你想得远呢 跟我学吧 以后做事啊 要多动脑筋 是 鬼子很狡猾呀 他们把模范村这块匾给送过来 确实具有欺骗性 乡亲们收了匾 那不交粮都难啊 哪可不 队长啊 我说你这个亲哥哥 是先收匾 再收粮食 这对鬼子为名是从 那不合适啊 是 队长 指导员 有些老百姓觉悟性很高 抗粮砸匾 这样的咱应该支持 更应该保护 待会儿先别说了 听听队长的吧 嗯 指导员啊 这个匾呢 鬼子是送来了 你说乡亲们 如果说公开对抗 不交粮食 那鬼子肯定是得报复 鬼子有多凶残 大伙也不是不知道 那前两天 那是罗家庄吧那是 乡亲们集体抗粮 被鬼子血腥镇压了 好几条人命啊 我这心思着咱们是武功队 激动灵活 可以打游击 那乡亲们不行啊 你想啥招 也得先替乡亲们着想 对不对 乡亲们的难处我也理解 乡亲们得爱护 可是这粮食啊 他也不能教 昆仑 你想想 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这儿啊 我这琢磨万天了 招啊 倒是有一个 你当时快说呀 就是你 队长你干啥呀你这 我找我哥去啊 我哥做的不合适啊 照你的意思是 对不对 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啥意思啊 你别 别生气了啊 快去 我哥 来来来来 我直说呀 太阳出来 红下飞满天 花上枝头 春水满眼 离家的人 离家的人了 何时回家乡 是否思念着美了 天气着点亮 下飞在葬处 敬天 小月起风雨变 青春天 晒夜 冬天 快去 晒海 大海 晒天 和 都是黑色的 干什么 耳辑 都逃 休息 最后 项目 或是回家乡 是否思念着美梦 点起着蝶蝶 笑颜寂风雨别 拆浪来盘 今晚港江方家园 向四方一旁 今晚港江方家园 向四方一旁 赵玉成又来周庄抢粮食 啥 这土匪也惦记咱们周庄的粮食了 老骨子 咱们团的不在买了是不是 想干什么 要你的命 表弟啊 我给你粮食 你总得给我打个收条啊 怕我来账啊 太香了 这大白天也认不出来 把你拿起来 他去子 你 不要 你 你 我 我不 我 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